苗栗有一位国小五年级的弟弟 跟85岁的阿嬷相依为命 感情很好 弟弟也很体贴 他自己被脚车撞到 造成了左脚骨折了 他都不敢让阿嬷担心 自己用单脚跳跳跳跳到学校去 结果跳到脸色发白 体力不支 奶奶又没有力气 80几岁了抱不起孙子 只好求助警察 警察伯伯直接的抱起40公斤的弟弟 冲上三楼的教室 总算让弟弟能够赶上学校的月考 小五男童左脚骨折 包着厚厚的纱布真的走不动了 原警一道二话不说 抱起40公斤重的小五男童 冲到学校爬上了三层楼 把男童送到了教室 这才赶得上学校月考 原来男童日前被脚车撞到 脚步骨折根本没有办法走路 只过单脚跳到了学校去 但偏偏学校太远了 小男童体力不支 相应为命的阿嬷又抱不动孙子 只能够请原警帮忙 他就说因为他小孙子 他那个脚不舒服 脚不舒服就要请求我们协助 说能不能帮他们 帮他小孙子带来上学 小五男童带着两个念小二及幼稚园的弟弟 天天由85岁的阿嬷带他们上课 小男童因为腿部骨折 又不想让阿嬷担心 才会单脚跳去上课 跳到脸色发白全身冒汗 还好有警察伯伯一把抱起他 残鬼赶上学校的考试 记者彭志明 苗栗八道